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老母妻我带人吃好东西 我左望右望 都不知道这间什么贵餐厅 你好 杨茜茜茜 老母妻 你究竟在说什么 所以说 菲菲你都不懂东西 刚才我说的就是浦文 早晨 你吃了饭了吗 而今天要介绍就是这间葡葛餐厅 这间餐厅的老板在葡萄牙南部城市 Farrow开了三十一年 他在近年才来澳门开新餐厅 真是你未出世 他已经在做葡葛餐厅了 等一下 老母妻 怎么说声不同了 我做了声带矫形手术 不要说那么多了 快进去吃东西吧 哇 好像有很多好东西 我们吃哪一样才好呢 就先吃这个Cater Prana海鲜煲 Cater Prana海鲜煲 是葡葛菜的王牌之一 老板将龙虾 片 虾和秘制酱汁 放入这个铜煲里煎 然后盖好盖就去炆了 嗯 这汤很酸甜和很弹硬 它混在汤底 酸酸甜甜的效果很醒胃 蜆也很鲜甜 然后呢 这里有一些芫荽 我们叫做松葛的芫荽 我不知道葡葛的叫什么 葡式芫荽 它有这样的钓味 吃到口 它又不太有芫荽的臭味 所以入口很好 很醒胃 然后呢 会吃 就一定要吃这道热石牛柳 这个热石牛柳 虽然不是葡葛的传统菜 但是用的是葡葛来的面翁牛柳 这个牛柳就是最嫩的部分 再配上这个薯条沙律 大人和小孩都刚好吃 老母妻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 这次你不知道 我告诉你 这个就是葡式芥荽汁 用来蘸这个牛柳 让我试一下 嗯 这个牛柳 生熟真的控制得刚刚好 又不怕硬 但是呢 又没有血水在里面 之后呢 真的很乱口 加上这个芥荽汁 口感和质感也很丰富 我不客气了 再吃一口 哇 柳柳我就吃得多了 但是呢 像这个那样 整块鱼柳有厚身的呢 我真是第一次见了 我不客气了 嗯 嗯 但是吃下去呢 口感和切下去完全不同 的 吃下去是一点都不硬 厚的 而且呢 你看到外面的马柳柳的味道很咸 这个呢 很香的马柳柳味 很鲜甜 嗯 我吃饱了 真的很好吃 不知道我没有介绍错了 真是难得及 你为什么我说 其实我都会做一道理 葡萄葡菜 蛤 不是吧 你不相信吗 我做给你看看 首先呢 我们就用这个 很像取材的物体 把蒜头剥碎 然后呢 放在上面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过程呢 就很简单的 那呢 其实就放些蜆进去吧 然后呢 烤它一会儿呢 等蜆熟了 就可以吃得了 不过呢 最后呢 其实呢 还要加一点点东西 没错了 就是这个了 芫荽 然后呢 盖上锅盖就可以了 好了 我们现在就等吃了 好呀 哇 大家听一个提示啦 蜆呢 其实呢 啪一声开了后呢 就吃得了 耶 完成了啦 让我闻一下先 哇 好香啊 好想快点吃啊 我们现在去给老母西试下了 走了 老母西 这个就是我亲手做的葡式蜆 你看看 这不是又是蜆 你看 大排档都吃得多了 嘘 你懂什么啊 我介绍这个葡角大厨给你 因为他才有资格品给我 这一道菜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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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吃一口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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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槽 但是 kept on 在 aqui 哪里 哪里 人选了 就不得到 了解 看看 Orb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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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